欢迎收看每日焦点新闻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表示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景 将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后讨论 北约峰会将在7月11日及12日 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 位于欧洲东部的北约成员 大多支持乌克兰加入 认为有助向乌克兰提供集体防卫 不过据报美国和德国等等的态度谨慎 有类会将北约直接推向和俄罗斯战斗 斯托尔·腾贝格表示 确信北约盟友将向乌克兰发出 非常强烈的支持信号 他又表示期待在峰会上宣布 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新承诺 阿根廷中央银行批准该国金融机构 开设人民币储蓄户口 阿根廷央行表示 承诺推进人民币进一步融入 阿根廷金融市场 阿根廷央行和中国人民银行 早前已逐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规模拷大 约为1300亿元人民币 有效期三年 阿根廷政府在4月底亦宣布 使用人民币结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 副总指挥官苏罗维金 据报在亚加纳叛变事件后已被拘捕 莫斯科时报引述消息人士 同一名俄罗斯军事博主报道 在叛变事件之后 俄罗斯军方官员遭到清洗 有末日将军之称的苏罗维金 因为在叛变期间 选择站在亚加纳集团创办人 普利窝人的一边而被拘捕 另外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争研究所 也引述消息人士指 苏罗维金的军事附属组织 被指控参与半变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 今年2月被击落的中国高空气球 经过评管确定之后 在飞越美国上空期间 并没有收集信息 美国《华尔街日报》之前报导 调查人员发现了气球 安装了商业的美国际零件 和中国特製的传感器等等的设备 用于拍摄图像、影片和收集其他资讯 再传回中国 指调查结果支持气球进行间谍活动的结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 哈佛大学和北卡来罗纳大学的收身时 将种族和族裔背景 列为考虑因素的平权措施属于威献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里表示 虽然大学的做法是出于善意 但在收身的时候 基于申请人的膚色本身是种族歧视 美国的宪法历史不会容忍这种选择 美国总统拜登回应时说 他强烈不同意最高法院的裁决 认为是背离了几十年来的先例 指出大学不应该放弃 创建多元学生群体的承诺 他又说美国仍然存在其事 裁决也没有改变这个事实 大学应该重视一些学生 在教育道路上需要克服逆境的问题 他相信种族多元可以令大学更强大 他已经指使教育部研究协助 建立更包容和多元的学生群体 维珍银河太空飞机完成首次商业太空飞行 将付费乘客带到太空的边缘 这次飞行在当地周四组上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进行 乘客是来自意大利一名的航天专家 和两名空军军官 太空飞机最高到达 太空飞机最高到达海拔大约85公里的高度 机上的人经历了几分钟的无重状态 空军军官展示了一面的意大利国旗 他们在飞行里进行了一些微重力实验 太空飞机里有两个机师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6月29日 启程参加欧盟峰会前 再度对欧盟的现况给出消极的评价 他表示欧盟没有实现成立时的目标 亦没有和平 亦没有能实现繁荣 我们一起和巴士的布的评论员Anthony 聊聊 Anthony 你好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观点 就与欧盟的主流意见经常有不同 欧尔班5月23日曾经表示 希望欧盟在对中国的关系 坚持自身的利益 而并非遵从美国 尽管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是日益加剧 但他仍然希望将中国视为西方的长期合作伙伴 欧尔班认为和中国保持沟通是一件好事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欧尔班29日在匈牙利政府的 念书的页面上就这么写 他说欧盟的成立本来有两个目的 首先是为了和平 但现在正在爆发战争 第二是为了繁荣 经济状况如今越来越令人担忧 俄乌冲突发生了之后 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产生的外日影响 令到欧洲通胀的水平高企 经济持续承压 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联恩 6月的时候曾经表示 欧元区通胀水平 在几年之内都不会跌到2%的水平 26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要求欧盟各国的央行 积极采取措施 应对高的通胀 即使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都要这么做 近来 欧尔班对欧盟的运作可以说是怨气冲天 双方矛盾引发外界的关注 在6月2日 欧尔班批评欧洲政界 说他们废话越来越多 重复不知所云的说辞 但最后就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欧尔班直言 欧洲正是日益丧失了竞争力 欧洲政界目前 迫切需要是有所求 有活力 有奉献精神 和有热情的人 6月27日 欧尔班在接受德国图片报 採访的时候就说 军援乌克兰是无助于解决危机 和谈才是唯一的途径 欧盟的反俄制裁手段 不单止是没有令到俄罗斯屈服 也没有实现和平解决俄乌的冲突 但在另一方面 欧洲议会6月1日 以压倒性地通过了一项决议的草案 只在阻撓匈牙利 在2024年下半年 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职务 尽管这一项决议并没有强制的约束力 但依然是引发到匈牙利的怒火 欧尔班首席经级政治顾问 巴勒至欧尔班在推特批评 说匈牙利因为他反战的立场 而再次受到布鲁塞尔的勒索 侠师社说在29日为期两天的峰会上 欧盟领导人计划讨论俄罗斯瓦格纳事件 和俄乌军事冲突 以及欧盟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 还涉及如何合法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 移民的监管和欧盟对中国关系等等的议题 这样欧尔班或者又会提出一些 跟欧盟主流不同的意见 谢谢Anthony 中联办主任郑硬红表示 高兴看到一年以来 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团结带领各界 同心开新局 一步一步地一点一点地努力 完成了不少的实施 广大市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也不断提升 香港国安法实施三周年 日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虽然香港社会整体已回复稳定 但社会绝对不能轻心 慎防反中乱港分子乘机反扑 破坏社会安宁 危害国家安全 发言人强调 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整体社会的责任 特区政府会坚定不移 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 并进一步 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法机制 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 确保一国两制实施行运致远 每日焦点新闻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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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